说起变形迹,大家都知道是老台的综艺节目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档节目,其实这档节目的领域是非常好的,是你的孩子改掉坏习惯,而让农村的孩子接触新鲜事物以后,便努力进取双方互相交换自己所在的生活, 而达到教育的目的,他们捧红了很多有钱家人的孩子,可是要毁掉了农村的一些孩子,不过这档节目从播出以来,在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观众们对于这档节目也评价非常的高,很多网友都认为这是一档富人的游戏罢了,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富人家的孩子,回去以后还是富人,而穷人的孩子回来以后还是穷人,但是却没有想到,穷人家的孩子会接受不了这个现实,因为他们的年龄简直是太小了, 其实帅气富家女来到变形季,以后也确实大变了性格,而且从一个不地道的孩子变成了一位女神,其实大家应该也都认识她看过节目的, 她的名字叫做陈佩文,陈佩文已经回到了自己现实中的生活,也变得非常积极向上,已经成为了一个妥妥的网红儿, 变成了一位大女神,现在的粉丝也是很多,而农村的小姑娘叫做王红林,自从回到农村以后,变性格大变,原本在农村,一个非常朴实的孩子, 而变得现在越来越焦躁,也越来越不好,好像是在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不满,而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太大,因此接受不了事实,你现在有了忧郁症,虽然有很多网友为她做出了很多的评论, 网友觉得原本是没有富贵命,她孩子却成了一个富贵病,像这种城里的富人游戏,王红林玩不起, 对于有钱家的姑娘陈佩文经过变形计,是把她打造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人,从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变成了一位女神, 而对于农村的姑娘来说,却是非常不公平的,她本来在农村,可以快乐地活到她成人,能够接受自己的现实生活, 经过别人的插手而阻挡了她前进的脚步,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接受有钱人和穷人的差距, 甚至导致下来的王红林已经有了忧郁症,可是她的忧郁中又有谁来能给她买单呢? 说实在的,其实一开始这个街幕都被大家看好,也都知道是富人家孩子玩的游戏, 农村的孩子确实非常不公平,在此以后,生活里的小编希望王红林能够走出穷人与富人的阴影和抑郁症, 自己的好的生活,而对于陈佩文,生活会越来越好,我们也希望她以后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, 大家对于变形记,富家女能够变成女神,而农村的孩子却患了抑郁症,网友们却说是成人游戏。